台中发生了一起人论悲剧 一名未婚女子在网咖生下的男婴 却涉嫌对婴儿痛下毒手 装进黑色的塑胶袋内 办事将近五个小时 根据了解这名女子无业 长期待在网咖 还曾经卖账户给诈骗集团 两年前也生过一个小孩 已经送养 而这次孩子的父亲是谁 还不清楚 目前全案朝杀婴罪侦办 就在网咖包厢内 女子产下一名男婴 2号晚上8点多阵痛 她请闺蜜帮忙买药 水点多生产 等到闺蜜回来 发现生下的男婴没有呼吸心跳 一直到凌晨锦销道场 女子办事近五小时 网咖在台中中区 已经营近20年 收费便宜 隔壁包厢客人听到消息很惊讶 警方在背包内的一个黑色塑胶袋中 找到已全身僵硬的尸体 女子疑似对孩子痛下毒手 她说是在邦兰婴做CPR急救 被告因生产丸之身体因素 未能接受征讯 业主警方接护就医 社会局介入发现女子没有婚姻记录 两年前就生下第一个孩子 申父不愿意抚养 于是将孩子送养 这次生产孩子的爸爸是谁 并不清楚 案家没有领取社会局相关的福利补助 那社会局后续也想协助 婴儿的伤葬事宜 据了解女子经济不加强在网咖吃睡 疑似曾触犯诈欺罪 也因卖银行账户给诈骗集团 涉嫌洗钱防治法 遇家庭关系疏离 至于男婴是产后死亡 或因外力介入致死 检方表示还要解剖离青 目前朝杀鹰罪侦办 记者中部最后报道